欢迎来到高sir正能量的时间了 小市民 彭良心 做实事 讲真相 今集高sir就会和大家分析我们中国民主 怎样去战胜疫情 制度为其他西方国家更加优胜 开始之前希望大家帮忙订阅高sir的频道 like和share 记住按铃铛 希望今个月帮帮高sir充够4万 高sir的频道已经去到3万3万 我想去到明天左右都去到3万4了 距离目标只差6千而已 希望大家帮帮忙让高sir正能量可以分享得更加广 那开始之前高sir给大家看一条片子 大埔的中六学生 在大埔区货车站那里 被至少7位警员打头 打手 留下一滩血 我们看东西不要只看一架片段 究竟之前发生什么事呢 我想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他现在放弃了文憑氏 他的前途恐怕就是这样呢 是丧失了 另外反修例事件里面 青少年这么多青少年出来犯法呢 我觉得他们都是受害人来的 究竟谁鼓励他们出来呢 谁告诉你凡事是对的呢 谁告诉你你只要认为这对 我赞你两句是意思呢 你就犯法都可以了 甚至用砖头去订死人都可以了 甚至放炸弹都可以的 我觉得这些才是毒害我们青少年的 多谢主席 相信大家看完影片都很有感受啊 话说就是今天那个立法会财委会特别会议 那我们一个和保安局局长就无谓 就走上去立法会那边 就去和一班低质素的立法会议员去抗辩 可以这么说抗辩 因为呢他们无理的嘛 就是那个大家都看到了 就是可以在那个影片里面 就是那些正棍黄丝议员呢 就是那个轮流去夹攻我们局长和一哥 可以看到刚才就是叶建源了 叶建源就是那个身为教育界的 但是他身为教育界的议员 他不去引导青少年呢 去我们叫重善之余 还鼓吹他们呢去抗争 去用暴力手段去达成一些的目的 是吧 就是间接呢就害死了很多的年轻人 是吧 那这些一哥霸气回应 那高sir比较赚 跟着呢另外就是呢 K.O.尹兆坚议员呢就串他那个心理偏体 因为呢他整天呢就针对着一两个案子 但是呢他从来呢就譬如好像火烧人啊 用砖头去杀死这个清洁叔叔 他从来都不说是吧 跟着张超红议员呢就是说 喂警方 喂警方执法的不偏不倚的了 是吧 两边都去去去去去去查 就是譬如好像721啊 明明是那个林卓廷啊 林卓廷啊 走进去 大人走去去捣乱的 搞事的 是吧 那我们当然要不偏不倚的 两边都去查是吧 不只是去查一边啊 是吧 再说了一班黄思议员啊 就是昨天 昨天高sir都这样说了 喂政府官员全部捐人工了 跟着立法会议员就是建设派 工联会民建联过往都有去捐人工 兼甲就是说会积极考虑去捐人工是吧 那黄思议员啊 你们又做些什么呢 昨天高sir就向你下一段输了 那今天呢 杨岳桥就说呢 喂捐 考虑捐给什么黄色经济 喂 救人都要分黄蓝啊 那死得了是吧 再下去了 喂区议会议员喂 会不会捐啊 大家可以看到近期呢 泛民的民主派那些仆街议员呢 一个贴一个就挂上一些欲我们中华 侮辱我们中华 侮辱我们中国的banner 哇这些呢 就是我们身为中国人见到啊 都人神共愤啊 是不是 所以实事不做 是不是 救灾不够 跟着了 昨天高sir还剪爆他们剪水呢 哇这些简直是忍无可忍啊 是不是呢 另外第二件 比较大一点的事件呢 就是那个紧急法 就是那个法庭的判决呢 就是判我们 就是判律政司上诉得值 不过只是限于非法集结之下 就是那个蒙面呢 属为法 那当然就是那个对于我们建设阵营来说呢 都是一个喜讯来的 不过就是 喂 那你正常的集会底下 是不是 那 那 为什么 他需要 就是你比起一个蒙面的事件呢 那 大家可以看怎么为之非法集结和合法集结先 那高sir分析就是 非法集结没有得到申请 是不是 合法集结 就是合法的集会游行 是不是 那你有申请 是不是 但是 那个官去遗留了一件事 就是 为什么要行这么蒙面法呢 就是因为 他很多的暴徒 就是在就算你合法的游行集结都好 他们里面去做些非法事 什么叫里面做些非法事 第一 去破坏倒路去扔砖头去放火 喂 这些是不是非法呀 那如果你说正常一个申请啊 你入职申请的时候 你不会 就是那帮暴徒去不会入 喂 我 我会去 扔砖头去放火烧夜 喂 警察看到这些都不会批 那变上他经常都在 喂 这些这样的正常合法的集会里面 但是做些非法事的时候 喂 那这个情况我们现在就是针对这个情况嘛 那有什么可能啊 就是有什么可能啊 就是有什么可能我们叫 我希望呢就是那个那个律政司再去研究那个判词 我们去提出那个呢 终极的上诉 好吗 是的 那跟着啊 就是那个 那高sir在这里也都想呢 作出一些呼吁的 因为陈淑庄的事件呢实在呢太过离谱了 那李知敬肥仔杰啊 就发起了一个联储 希望呢 希望呢大家去帮帮手 签一签 我们一个联储 我们去提出五大诉求 去DQ陈淑庄好不好 那到最后 那二十三条啊 那个那个 那我们距离二十三条呢 那个二百万 差一点一点而已 希望大家呢 帮帮手好吗 那好 那在节目开始了 啊 我们所讲 今天呢 大家可以看到 世卫啊 世卫啊 那个总共事呢 基本上呢 就啊啊啊啊啊啊 就发了声明 就说特朗普啊 特朗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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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朗普呢 就威胁他 不去资助啊 就是那个那个 大家可以看到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情况呢 就是因为呢 大国啊 就是过往大国 他们呢 就是仗着大国啊 喂 现在被我们国家 抢了风头啊 肯定是不够了 是不是呢 那跟着了 所以他们现在 威胁世卫呢 暂停了 提供物资 喂 大家 大家可不可以见 就是 我高sir这样分析 大家 会不会是 就着今次疫情 可以见 就是雖然高sir 肥仔结啊 很多KOL都分析过 西方和中国那个 在抗疫疫情的那个差别 这些高sir呢 最大的分析的最大一个原因呢 就是呢 是什么呢 其实呢 同一个疫情之下 美国呢 和西方的国家呢 就是听他当地的国家领导人去 就是假民主 就是民主国家啊 但是呢 去到关键时刻呢 就没有民主啊 是吧 就是说美国就听特朗普 是吧 英国就听约翰逊 但是中国呢 我们中国呢 其实呢 就听钟南山的说话 就是听专家说话嘛 是吧 那当然就是我们中国的领导层 譬如我们最高领导人 习近平主席 他们一班就是我们国家总理 退居幕后啊 宁愿呢 就是那个 退居幕后 听什么呢 听专家的意见 听一些专业人士的意见 是吧 他们退居幕后去 去发号司令令到整个国家去配合 整个国家配合 大家可以见到 他那个在一个就是我们国家 为了拯救生命啊 就是那个我们一班领导人在背后去调道 包括呢 就调道全国的医生去到武汉市 另外呢 也是调道军队去建一些临时的方舟医院 是吧 那另外呢 大家可以见到 那个我们叫发言的时候 是吧 就是那个 大家可以见到在西方国家 通常美国特朗普一定是冲着出来说话了 英国就是约翰逊冲着出来说话 但是你可以见到今次疫情底下 我们国家主席习近平 他只是在主持会议里面 就是一些会议里面 因为主席会发言 所有的发言 大部分都是那个 中国那个 就是他们官方的新闻 就是发言人 就是发言人 或者中南山他都会出来说 关于疫情的知识 以及他那个控制程度 或者散播程度 或者是那个情况 大家都可以见到 一比之下 在双方 就是 中国和欧美 去相比之下 美国爆到七彩 大家可以见到 在纽约市 纽约市 一些军人 调到一千的军人过去 去打仗 就是炎鱼打仗 而特朗普也都说 喂 死十万人 已经是少了 已经叫very lucky 是吧 那跟着 就是那个确诊数字 你看到 哇 板板声 不断声高 跟着 在英国 喂 连 首相 约翰逊 也都做了招 入了ICU 你看 但是看一下我们中国 中国已经 我们比如好像武汉市 已经解封了 而且那个生产力 商业活动 已经慢慢去回复 就是慢慢去逐步逐步 有规条 有规理地去回复正常 相比之下 大家可以看到 喂 我们 就是西方 所谓西方民主 和我们中国 就是那个 特色社会主义 那个制度底下 喂 说真的 谁教民主 谁教有效 可以看到 我们中国 是不是 今次的案子 我们中国 一帮领导人 退居幕后 去做指挥 是不是 可以看到 很有效率 第二 但是我们看到 西方的极权国家 喂 真是极权的 领导人 其实在上面 就是发言 就是他 就是有些专家建议 又不管 世卫一些建议 他又不管 但是反观 啊 我们国家 哇 就是一流 就是那个 比如世卫去 来到去 带世卫总共事 带一些专家 去周围参观 去看 实质的情况 也都去接受 那个 就是我们 世卫给的建议 是吧 另外也都很 乐于协助 去 世卫 去 一起去 去打好抗疫战 跟着 第二 就是 大国之风 再分享大国之风 在今次的疫情底下 很多人就会 有些预言 经过今次疫情之下 后呢 我们中国 将会 就是 成为 全世界 全球 第一 第一 大国 初流高sir 都 有些 半信半疑 但是呢 经过 这几个星期的气剧性发生之后呢 我就 漸漸去相信了 大家可以看到 各国呢 其他欧美各国呢 全球争相争夺物资 全球争相争夺物资 跟着呢 特朗普 棄民有于不顾 是吧 但是 爱中国呢 反观 展示 一个大国之风 是吧 向全球把十几 我想 超过一百个国家 去提供物资 医疗队伍 和抗疫的经验 是吧 很多的国家总理 很多的国家都说 纷纷感谢爱中国 和呢 会建立一些的 纪念碑 即是 纪念像 是吧 大家看到这个情况 喂 身为中国人 自豪啦 是吧 顶呱呱啦 是吧 第三 人的素质 过往 那帮黄丝仆街議员呢 还有一些黄丝呢 就说 中国人呢 就 脚数值很低的 是吧 这次这个疫情底下 大家真是见真相 人性光辉的一面 我们中国 看到武汉有时 全国 全国各地 喂 写战书 下战书 分分钟 一方有难 八方来援 走到武汉里面 去支援 是的 绝不 我们中国人 绝不 贪心怕死 是的 第二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欧美的国家 哇 精彩了 大家 人性的贪婪 人性的自私 是吧 跟着 互相私杀 互相抢量 是吧 跟着 大家可以看到 意大利 一间老人院 哇 有成六十个老人家 喂 医护走了 弃他们于不顾 结果有九个人 饿死了 九个老人家 喂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叫人性的一面 另外就是歧视 在过往 疫情那么久的时候 喂 分分钟 分分欧美 就是出现了一个 排华 去欲华的状态 但可以反观我们中国呢 其实 我们除了抗疫之后 我们既往不够 意得抱怨 去分分 就是去分分去捐出一些物资去帮人 我们从来都不会去嘲笑 或者侮辱其他国家的人 就这样大家看一下 在今次的疫情底下 是吧 那么 谁胜谁负 是吧 谁优谁劣 是吧 这个是高sir一些的愚见分析 当然也都会得罪一些黄丝正郡议员 因为他们是皇上老 是吧 一定不会认同 但是这个是高sir经过这几个月 一个深入的分析 高sir也都在此 就是向我们国家主席习近平 一定要去行个礼 智劲的 因为那个 违着大局 违着我们的国民 就是那个 甘愿呢 就是那个 退居 一个幕后指挥 去调度保处 令到我们今次呢 包括在香港 那个疫情呢 就是那个出现 确诊 或者是死亡数字 都是偏低的 这个绝对赚不 另外第二呢 就是呢 将人民的生命 生命健康 排在最首位 大家都可以 很多案子都见得到 就是美国啊 欧美啊 那些医疗费用呢 就非常之高 是吧 就是很多人没有钱呢 就不敢去医病 但是反观我们中国呢 就是呢 扣除医保之后 全部全面的 这个呢 真的可以看到 真是一个好领导来的 好不好 那么高sir正能量 今天分享到这么多 在此 祝各位呢 网民 复活节快乐 是吧 那么复活节 高sir呢 将会带我们 一对对的义工 去进行一些 复活节快闪清洁 到期时呢 希望呢 传这片给大家看 是吧 今天高sir正能量 分享到这么多 明天再和大家分享 拜拜